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兰花的面霜 它的质地不会过于的厚重 也不会过于的轻薄 就是刚刚好 然后上脸之后也特别容易的被脸吸收掉 然后我的肤质属于那种敏感 我的肤质属于干敏的肤质 就是如果这款面霜的产品里面包含 有任何一种刺激性的物质的话 就会导致我的两颊泛红 然后会有一种刺痛感 但是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上脸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非常的保湿 然后很快的就能被我的皮肤吸收掉 所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他家的这个 蜜茶籽的精华 我属于那种比较懒的人 就是一般就是洗完脸之后 也不上什么精华 或者积底液 就直接上一点面霜 作为保湿的作用 但是用过他家的这款精华之后 我觉得质地非常的轻薄 就是非常能被我的肌肤吸收掉的那种精华 然后之前我也用过 蓝沫家的那种高机能水的那种精华 但我觉得那种精华 对于我这种敏感复制的人来说 就是一种负担 那种精华上脸之后 会有一点点刺痛感 可能它里面包含有一点酒精的成分 然后上完脸之后 然后也不是特别容易的被我的脸 很快的吸收掉 然后就会感觉 可能上了有一个小时之后 它这个精华还在我的脸上敷着 就不会像这种精华 就很快差不多 一分钟就被我的脸就全部吸收掉了 我非常喜欢这种质地轻薄的精华 所以推荐给那种敏感复制 然后敏感偏干复制的妹子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Pharmacy家的明星 这款明星卸妆膏 我入的是他们家的套装 包含有这款卸妆膏 还有一个是蜂蜜的面膜 还有一个是蜂蜜的面霜 这款面霜我前几天用过之后的感觉 就是跟我的肤质不太搭 大家就是会 就是会搓泥 可能是因为它这里面包含有一些植物籽的物质 在里面不太容易被我的肤质吸收掉 但其实质地也还好 不会过于厚重 然后我想重中推荐的就是他家的这款卸妆膏 我之前也入过Eve Long家的那款黄色 然后颗粒比较大的那种卸妆膏 刚开始用 我差不多买了三四瓶 刚开始用感觉还不错 感觉清洁力度还挺好 但是用着用着就感觉跟我的肤质就不太搭了 然后看其他博主推荐 在Farmacy家的这款卸妆膏 然后我就觉得这款卸妆膏真的要比Eve Long家的那款要好很多 首先是它的这个味道 Eve Long家的那款卸妆膏的味道是有一种浓浓的 张脑丸的味道 我其实对张脑丸的味道还ok 但是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对那种味道就是比较反感 但是Farmacy家的这个卸妆膏的味道是你那种淡淡的可乐味 然后这个可乐味有点像Fresh家的那个唇膏的味道 我还挺喜欢的 其次是它家这款卸妆膏的质地 你可以看出来它家这款卸妆膏的质地做的非常的细腻 就是颗粒非常的小 然后你在做去除角质清洁的工作时 就不会那么容易的伤到你的皮肤 不会有那种刺痛感 然后上完脸之后洗完脸之后 就是那种嫩滑的感觉 然后也不会拔干 所以使用感要比Yvonne家的那款要好很多 接下来我入的另外一款套装是 Shelotubry家的这个包含有神奇面霜的套装 这个套装有一个是 有一个是神奇面霜 还有一个是神奇面霜的碗霜 然后还有就是它家的眼霜 这个眼霜我用过之后感觉没有 Lammer家的那款Concentrate的眼霜的感觉好 然后它家Shelotubry家的这款眼霜质地 有一些偏厚重对于我来说 然后对于去除我的黑眼圈或者说细纹 然后也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 所以就属于那种无功过的产品 然后我再说一下它家的这款面霜 它家这款面霜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然后质地也属于适中 跟我用的那款Lammer家的经典面霜差不多 但是至于说它神奇在哪我还没有用到 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觉得它家Shelotubry家的护肤线 可能也就做得一般般 也没有像它说的那么神奇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Believe家的这款清洁套装 之前前几年斯兰打折的时候 我也入过Believe家的这款清洁套装 然后被我用光了 今天我用新入了一套 这款它家这个清洁套装 我觉得还挺值得大家去入的 因为它这个包装特别的小 适合你去出差啊或者旅游的时候 带在身上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他们家的这款叫AquaBone的面霜 然后它的质地是偏褶褶那种 就是这种褶褶的质地 非常的容易被我们的脸吸收掉 然后它这个味道 他们家很多产品的味道 都是带有一点菊香味 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这里面包含有一个清洁褶褶 还有一个精华 还有一个是 面膜 清洁面膜 睡眠面膜 还有一个就是眼霜 接下来我用入的是 Boshear它家的这款清洁套装 然后这款套装里面包含有一个 卸妆油 然后一个洁面 还有一个是面霜 这个是面霜 然后这个是清洁面膜 然后因为我属于那种比较偏敏感的肤质 所以那种包含有造基成分的洗面奶 不太适合我这种 这种肤质 那种洗面奶只会导致我的皮肤越洗越干 然后美美的一些清洁产品 大多数都包含有造基 但是他们家只包含氨基酸的这款洗面奶 我比较推荐大家 就洗完之后 然后皮肤感觉滑滑的 然后也没有偏干的感觉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这次录的彩妆 首先我想推荐的是Fenty Beauty家的这款 今年新出的隔离 它家之前也出过一款隔离 然后我感觉那款隔离的质地偏干 没有这款这么的滋润 因为我属于有点两家会有点偏干 所以我需要一种 所以我需要一款比较滋润的隔离霜 然后它家这款隔离霜不会有那种硅杆 不会有那种假滑的 就像Hourglass家之前出的那款隔离 那种假滑的感觉 它就是这种非常滋润的这种质地 就像有点像 有点像褶蜜面霜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还会有一点淡淡的奶油香 我也挺喜欢的 接下来是我今天上妆用的这款粉底 是兰蔻家的长效持久粉底 我觉得它家的这款粉底非常的好用 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在用气垫BB 然后气垫BB的虽然质地非常的轻薄 然后容易遮瑕力也够 但是它的那种持久度 远远没有这种欧美系列的这种粉底液 来的更长久 它家的这款粉底液 真的像它就是广告中宣传的那样 就是可以一天都不会脱妆 我是属于那种鼻头 然后鼻子这个三角区特别容易脱妆的人 然后之前用气垫BB的时候 基本上上完妆之后 基本上鼻子就开始慢慢脱妆 然后脸颊如果接个电话 我手机屏幕上基本上就留下了 我粉底的印记 但是这种 但是这款兰蔻加的这款粉底液 就不会有任何脱妆的感觉 我今天差不多从早上上妆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有十一二个小时 到现在也没有脱妆 然后我也没有补过妆 所以它的持久力度显而易见 然后它的遮瑕力也非常的够 就是我这个额头起了个痘 然后还有鼻子下面也起了个痘 然后它的遮瑕力度基本上涂一两层的话 基本上我这些痘的都能遮住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痘印也都能遮得住 然后就不需要我事后再去上一些遮瑕 遮瑕类的产品 然后我用的这个色号是130 然后它的抗氧化性也特别好 其实这次斯福安打之后 我也入了资生堂家新出的那款粉底液 但是我觉得那款粉底液的遮瑕力度 没有这款好 然后那款氧化的程度特别的明显 就是刚开始上完妆的颜色 要比这个要白很多 但是差不多几分钟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的变化 但是这款粉底液就不会出现氧化的效果 它就是你上在脸上的时候是什么颜色 然后过了多少个小时之后 它也不会发黄氧化 所以妆效也特别的好看 就是那种散发出奶油肌的感觉 然后那天我跟我妈视频的时候 我妈就说怎么你的皮肤显得那么的好 然后我就说 我其实用的是这款粉底液 它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无瑕肌奶油肌 然后非常自然的妆效 我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是 Shel Tuberi家的这款明星的粉饼 我很喜欢他家化妆品的包装 都是这种玫瑰金的包装 然后非常的有质感 当时我 我录的色号是1号 Fair 然后当时我在斯福南市装的时候 当时就有被惊艳到 就是他家的这个粉饼压得非常的实 然后做得非常的细腻 然后上脸之后的感觉也不会让人 感觉一块一块有那种斑驳的感觉 然后他这个丝滑 他这种丝滑的质地让我想到的是 我之前入的CPB家有一款粉饼 也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Shel Tuberi 他的这款可能要比CPB家的 要来得更好一点 就是上脸之后就是完全没有感觉 就不会有那种厚重的粉质感 也不会让人感觉像是 面粉铺脸的感觉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Finti Beauty家的这款三粉 然后我觉得他家真的是有一点鸡贼 就在做这款粉饼的时候 因为他这款粉饼的其他颜色 都有那种小一号的size 但是只有这个lavender 但是只有这个淡紫色的这款散粉 他没有更小一号的size 然后我就只能入了这个正妆 然后他的这个粉质也非常的细腻 然后是那种淡淡的藕紫色 有点像藕粉的感觉 然后他这个散粉其实带有一点点的 带有一点就有点像刚才我推荐 他家那款隔离霜是一种香味 就是那种淡淡的奶油香 然后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但是他这款散粉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做的这个 这个散粉孔有点太大了 然后就是你稍微不注意 就把很多散粉就都出来了 然后你在 你在上这款散粉的时候 你不要上太多 就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就拿这种散粉刷 然后轻轻的蘸一点 你看轻轻的蘸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了 然后我再给它去除一点 要不然就 如果你不这样敲一下的话 你就会感觉面粉扑脸的感觉 我可以给大家上一下 因为这款散粉它是那种淡紫色 然后会有一点点提亮的感觉 所以比较推荐大家购买 然后其他散粉的颜色 都好像都没有提亮的感觉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入淡紫色的这款 我再上一点 你可以看见 如果你上太多的话 它就这个非粉也挺严重的 你看它那个烟 它那个粉飘出来的烟都特别的明显 你看我这么一上 整个我眼前全是这个粉 全是这个粉在我眼前飘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但其实上脸的感觉 就属于那种奶油肌 然后非常的嫩滑 你可以看到那个烟都在飘 所以你上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不要上太多 你上完之后摸完脸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嫩滑细腻 然后你之前在上妆时候 那种粘腻感也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还可以给你的肤色提个亮 我觉得非常的好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Fenty Beauty家的这个彩色眼影棒 说是眼影棒但其实它是那种多功能棒 就是你可以用在 就是你可以用作眼影 也可以用作高光打在这里 然后我入的是Fenty这款颜色 它是那种 有粉子偏 带有粉子偏光的那种颜色 就有点像独角兽的那种颜色 给大家上在手上试一下 它就是这种 带有粉子偏光的颜色 就非常适合提亮啊 打在眼头那种部位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次我入的几款口红 首先是来自YSL家 今年新出的这款 跟名人合作的口红 它的色号是121号 然后我还挺喜欢 这个口红壳的质感 然后还有它整体的感觉 它里面还带有一点亮片的感觉 然后我今天录制视频 涂的口红就是这款口红 它的颜色是 今年特别流行的 干枯玫瑰豆沙色 然后我发现今年很多其他家 都出了这款类似的颜色 涂在手上的颜色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有点发粉 然后发红 然后玫瑰豆沙的颜色 它的质地 依旧延期了它家丝滑的质地 然后它的味道 也是它们家一如既往的香精味 然后我感觉这个颜色 不管你是平常上班 或者说出席活动 都可以使用的一款颜色 所以比较实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款 比较实用的颜色 所以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来自 Shara Toubrey家的这款口红 它的名字叫Bound Girl 当时看完这个口红的 色号的名字之后 我就感觉 就让我想到了 是007电影那些邦德女郎 然后就感觉 你涂完这款口红的颜色之后 你就变成了电影中的邦德女郎 那样性感 然后它涂在手上的颜色 就是这种偏红的 偏红的砖色 然后这款颜色 让我想到是 Pathman Graph家有一款 色号叫Flash 3 感觉还挺像的 然后这样一对比的话 就会感觉 YSL家的会偏粉一点 然后Shara Toubrey家的 会更偏红一点 然后我比较喜欢 它家所有彩光系列的 这个外壳 都是这种玫瑰金的质感 然后再加上一点 就是比较有立体感的 比较有立体感的 棱角 然后它家口红的质地 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丝滑 比较好上色 然后涂在嘴上 又不会特别的干 然后把你的细纹 然后颜色不均的问题 都能解决掉的一款口红 然后它的这个形状 也是比较容易上妆的 一款形状 我可以给大家 涂在嘴上试一下 就是它这款口红的形状 特别的容易上妆 就不会像有一些 口红的那个形状 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属于就是 嘴上有 上面有两个唇尖 就是比较难画 像这样的口红的这种形状 就特别容易涂我 这种唇尖的位置 上嘴的这个颜色 非常的适合 日常涂抹的那种颜色 然后不管你是上班族 还是要出席聚会的话 都比较适合的一种颜色 然后它的质地 也比较丝滑 不会那么的显纯纹 然后对于我嘴唇颜色 不均匀的情况 也能解决得非常到位 接下来想给大家推荐的 依旧是Celotubry家的口红 它的色号是叫 Very Victoria 它的这款颜色 是更加nude一点 更加偏裸色一点 就是这款 跟这款比起来 稍微的裸色一点 然后更加的适合 日常上班用 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感觉这款颜色 更和我的自己本身 唇部的颜色比较接近 就是上完之后的感觉 就是比较的裸壮 上完的颜色就是这种 和我自己本身唇色比较接近的颜色 然后非常的适合平常上班时候涂抹 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就非常的自然 然后它起的这个名字也特别的英式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 Bite Beauty家的这款口红 然后这款色号是不太常用的一款色号 不太火的一款色号叫Sprizer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属于粉紫色 就是现在我上嘴的这个颜色 是这种颜色 然后上在手上是这种 就你明显能看出来 它的质地非常的浓厚 然后对于我的唇纹 还有唇色颜色不均匀的问题 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虽然看着是不太常用的一个色号 但是其实上嘴之后的感觉 还挺好看的 听说它家Bite Beauty家的口红 是一款岳父都可以用的口红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 接下来是YSL家的这款金管的90号 这款金管的90号 这款颜色看上去 这款颜色看上去比较深的那种紫红色 但其实涂在嘴上就是那种 比较自然的西瓜红的颜色 上嘴之后就是这种非常自然的西瓜红 然后非常适合你平常上班使用的一种颜色 然后它的质地也非常的水润 比较滋润你的唇部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也是他们家最有名的那种桃子味 我特别喜欢带桃子香味的产品 所以比较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Pad McGrath家的这款唇膏 它的外壳是这种白色的 它的色号是叫Nude Astro 这款唇膏如果你不上任何底色 直接涂在你的唇部的话 这颜色就是那种带有一点闪着金光的淡粉色 就是我手上 我手上涂在这个 最底下的这个颜色 就是有点像那种带闪粉的唇膏的颜色 我觉得这款颜色你平常上个底色 然后再加上这个颜色 会给人一种立体的效果 然后有一点那种风唇的效果 然后显得敏 你的嘴唇特别的水嫩 接下来推荐的是三款眼影 第一款眼影是来自 Violet Walls家的这款 好像是新出的这种 带有闪片的一款彩盘 可以看到有细细的闪片在里面 然后我还入了他家的另外一款 不带闪片的这款眼影盘 然后是这种彩色的 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 拿这个画那种彩虹装 彩虹眼装 其实还挺好玩的 就如果你是一个彩 比较喜欢彩妆的人的话 你可以我比较推荐他家的这两款产品 这款眼影盘是不带任何闪片的 就是比较 可以看到他这个面积比较大 比刚才那款 然后他家的眼影的特点 就是比较 刷一次就是比较显色 然后也不会让人感觉非常飞粉的那种 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比如说这种 比如说这种黄色 就是像其他家的产品 那种淡一点或者艳一点的颜色 就是你需要刷很多次 它这个颜色才能显出来 但是他家的产品 我基本上刷一次 可以看到这个黄色 黄色 看不清 或者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 基本上刷一次 它的颜色就显得非常的明显 然后还有这种 我还挺喜欢这款橙色的 就也 在其他家的那种眼影盘里 也不太能常见的一款颜色 这个橙色 这种橙色跟绿色 然后他家的这款眼影盘的颜色 也比较正 也不像有些眼影盘的颜色 都挑的特别奇怪的那种彩色 然后也不好上色 然后他的这个粉质压得也特别好 但比起 比起这款大盘来讲 我更喜欢的是这款小盘 然后带一点 闪粉的这个小盘 就一上 他一上眼就特别的明显 就特别的显色 就如果说跟那个大盘比起来的话 大家比如说这款 不太常用的黄色 看得清 看得清 这个黄色 就一上上去你就感觉 你的眼睛bling bling的 就特别的 如果你去一个什么 出席一个活动 或者是一种 或者一个party的话 就显得你的眼睛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出众 又再试一下这个绿色 特别的显色 太好看 就我只刷了一次 然后他的颜色就 就显得特别的好看 就全都显现出来 就不像有一些眼影盘 你得刷好几次 他的颜色可能也就 属于那种 能看到的程度 但不像他们家就是那种特别让你出众 让你出彩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whateverbeauty家的这款霓虹的眼影盘 然后其实这次打折 我也录了他们家今年新出的那款淡粉色 然后它那个外壳是带有蛇蚊的那款淡粉色的眼影盘 然后我觉得那款眼影盘 吃完色之后我感觉 很多颜色那款眼影盘 很多颜色我其实都有 然后我就把它退掉了 然后这款眼影盘 这款霓虹的眼影盘 我买的是 粉色霓虹眼影盘 就是有 各种 各种颜色的 各种粉 各种粉色的一个一款眼影盘 然后我在网上看很多人的评价 对这款眼影盘的评价就是不太好上色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 你就要多上几次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 它这种粉色并不是很多眼影盘能见到的那种粉色 是比较特别的粉色和紫色 我还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 比如说 然后它这几款 比较亮的几款 带有 带有偏光的这几款颜色也特别的好看 大家试一下 它家这款眼影就属于那种 你需要上多次才能显色的那种眼影 但虽然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它家 这 选的这几个颜色都特别好看 所以我就 我就避开 我就不说它家的这个不显色的缺点 看不清 可以看一看这个粉色 其实粉色还是挺 挺明显的 然后这几款 带有偏光的眼影也 带有闪片偏光的眼影也比较好看 适合就是你如果 去一个party之前 然后随身带摸我在眼睛上的那种眼影 那 correspond 看看 有词 对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